为了缓解国内的蛋黄危机 所以农委会从3月开始 陆续就从澳洲跟泰国这些地方进口鸡蛋 但是国民党立委马文军质疑 究竟是谁赚走了中间的价差 国民党籍的立委马文军在29号在脸书发文表示 在泰国的进口鸡蛋 农委会说这个运费跟关税都是由政府吸收 一盒蛋是要新台币68元 不过泰国本地的蛋价跟这批卖到台湾的蛋价 有3元多的价差 质疑这个部分是被谁赚走了 而对此我会表示 到港价每一颗大约是新台币4到5.1元 加上了关税30%的运送 还有这个席选包装物流的整备 每一颗的出货成本大约是5.2到6.6元 所以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